由于借款成本上升和房价飙升,越来越少的人申请购房贷款。 美国房屋贷款申请数量畅下28年来的历史新低,根据美国抵押银行家协会的数据,购房贷款申请指数显示,上周购房贷款下降了2.1%,较去年同期下降了28%,这是自1995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高利率增加了借款人每月数百美元的成本,限制了他们在已经对许多美国人来说昂贵的市场中能够购买的房屋价格。 不仅如此,高利率也阻止了两年前锁定低利率的房主出售房屋,这进一步导致了美国二手房市场的存货保持在接近历史最低水平。 房屋供应不足对二手房销售产生了负面影响,前7个月的销售量较去年同期下降了22.3%。 总之,30年期抵押贷款的平均利率仍然比两年前高出一倍多,当时为2.87%。 越来越多的房主在近年来锁定了低利率,购房贷款在融资需求大幅下降,较上周下降了4.7%,较去年同期下降了30.3%。 和图片